被春季的夕阳染成金色的富山湾 为一个奇观拉开了序幕 有一种生活在深海的神奇生物 它们会在春季的深夜重返前海 在月巷 潮汐和风向都满足的夜晚 我们就可以看到被它们点亮的海滩 被这特别的景象吸引到我们 三年前踏上了寻找它的旅程 但是好像今天晚上它还没上来 一直都没有 然后那第二个地点 我们已经把自行车放这了 走 我去这个脚好冰啊 后来我们才发现 想要看到它 比在岸边看到一只跳起的鱼还有呢 哦 终于有一个亮光的了 让人绝望的是 哦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最好的收获只有这一份素材 但是我们并没有打算放弃 而是总结了所有的失败经验 终于在今年有所收获 这一次的冒险开始移构航昏 一个持续了三年的遗憾 让曾经在一起冒险的小伙伴聚在了一起 在日本留学最初的语言学校阶段 是同样想要出去闯一闯的想法 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小吃是一位逗逼当可靠的摄影师 而杨远航则是一位特别负责的领航员 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我不知道了 走 没摔下去了 这样的组合让我们三个穷学生 挤用青春十八盒帐篷 加上各种坐死的徒步 就走遍了日本的大部分地方 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都提升了 但是那个时候摸着黑爬到山顶 晚上冻得哆哆嗦嗦 在早上迎来日出 这仍然是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体验 甚至说是我青春的记忆也不为过 哇 好久不见了 小吃 这次真是久违的咱们三个出去 我们当天在东丁站集合 一起乘坐北路青岸县前往富山 富山的颜赖兵 是我们当晚的第一个目的地 因为它是几个比较容易见到 荧光雾贼的海滩之一 而且这里可以很容易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 最后一班 想要看到荧光雾贼 就要在春季挑选新月 并且满潮的夜晚 当晚的满潮时间是在深夜的两点左右 所以我们选择深夜12点半的最后一班电车前往 好久没有咱擦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就是经典的九州闽苍山那个感觉 走到一个黑暗的小道里 对 sorry 是 然后那个渔黄灯还是绿色的 全人前面 对 你这个东西也 我正是另外一种景象 对 我刚才还以为是路灯 我开始还以为是那种放在海面上那种的 很多人都是已经跑到海里面去了 对 天 这还没等没等冲上岸呢 就直接先捞光了 看着好多人往里 捅里满满的荧光雾贼 让我们不得不接受又一次失败的现实 毕竟荧光雾贼只有在春季 才会从深海去浅海产乱 加上它的美味 让它成为了北路季节性的美食之一 这样的诱惑 是很少人能够抵挡的 今天不贵的是多吗 今天不算是超多的 超多的 大概80点 差不多 嗯 其实是很个人 很高 嗯 supers还有一些 但是80点 不算是没有 对 对 些不错 前面就开始有那帮房子 这边应该就极限了 这没等我们开始捞 全给拦到那一边去了 岸上连一个尸体都见不到 上一次至少还见到一点尸体 干干净进去了哥 对 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 不过我们很幸运的 在防目地后面遇到了几只漏网制贼 终于拍到了 荧光雾贼被冲上的瞬间 但是很可惜 这些漏网制贼很快被人发现 这样的增长 一直持续到开始退潮 不过好在满意前后的三天 都有拍到荧光雾贼的机会 我们打算第二天再次尝试 好的 第一天 因为捞这个荧光雾贼的人 实在太多了 然后加上今天本来就少 所以 有一点失败 有一点沮丧 然后我们第二天和第三天 继续回来 去折腾 感谢观看 在这个季节里 北陆地区还有一个景色值得一看 樱花的花期只有短短一周 这是一个感受春天来临的气氛 回忆往事 创造新的回忆 以及对未来展望的机会 所以人们会约上朋友 一起去樱花名所 去感受转瞬即逝的景色 这个银丝三五零的家长杆 我能不能来一个和尚的那种 像无人机俯拍一样的视角 还有几分钟 这一次的行程 还是由杨远航同学负责 所以依然少不了紧张 刺激的感受流程 我们会利用下午的时间 前往能登半岛 去继续补足 三年前留下的一些遗憾 春季的北陆 有着一种很特殊的景色组合 那就是远处的雪山 大海和樱花 它们也成为了很多动漫作品的场景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能登铁道的七尾线 因为这条线 不只是圣地巡礼和通电车 还有一座无人小站 在春季有时特别的景色 这座车站的樱花 并不是电车公司有意为止 而是1932年 当地居民为了庆祝国铁七尾线开通 在车站两旁 直下了樱花树 87年后的今天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色 有樱花隧道的海边车站 这样的景色组合 在日本也是特别的存在 所以这座本来的名字 叫做能登陆岛的车站 得到了一个爱上 能登樱花站 七尾线上还有一座 之前一直想要看一看的车站 那就是动画花开雾雨的圣地 圣地 对 果然海报还在这 车站的名字叫做西岸 始建于1932年 因成为动画花开雾雨的 趋景地而言明 然后这边是西岸站的 那个留言簿的那个地方 看看 天哪 它这个居然是手写的 车站留言本 一般是由粉丝自发准备 大家会在等车的时候 把自己的见闻 感悟 生活状态记录进去 看看最近来的 12月24 12月25 12月29 现在已经来的人很少 车站留言本的合集 最终一般会被装钉成侧 你会在车站的某个角落 找到他们 有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翻到 10年前人们来这里的 所见所想 这个车站保留了 2009年至今的 车站留言本 那是这个车站 还没有巡礼者的年代 大多记录的都是 当地人的生活感悟 和一些分享 七尾县 曾经因为利用人数 达不到基准值 导致后面的线路费线 所以可以看到 当年很多人祈求 现在的铁道可以保留 还有10年前58岁的爷爷 感叹时代的变迁 回忆他小学时代 有战员在 并且很热闹的西安站 翻到花开物语 开始热播后的部分 甚至还可以看到 很多人收集了 当年相关的报纸 作为历史资料 整藏 搭配其他的留言和讨论 就可以完整想象出 素不相识的人 以车站留言本为纽带 一起讨论 同一个兴趣的气氛 当年 圣地巡礼的概念 刚刚兴起 所以也在无意中 记录了一段 圣地巡礼的发展史 我一直认为 日本的无人车站 留言部 是一个铁道文化的 时间胶囊 它保存的不仅是历史 还有大家的情感 在几十年不变的时间里 本来素不相识 冷冰冰的过客 通过它 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种 跨越时空的神奇体验 对西安车站的珍藏 还意犹未尽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赶 下一辆特别的电车了 它就是旨在休息日运行 往返于金泽 和和桑温泉之间的 花架暖帘号 这辆车的灵感 源自当地结婚的习俗 为了祝福新娘的幸福 大家会与新娘送上暖帘 所以这是一辆 祝福女性幸福的车 虽然 我们是一群男孩子进去坐 这辆车是在2015年 有运行在 吉倍线上的 KIA40改造而来 车体是在1981年 到1982年制造的 现在已经38岁了 全车指定席 定员52名 两辆编程 二号车的内部装饰 灵感源于流水 重点体现和与美 很多壁纸采用了 金泽生产的金箔 上面服役轮导图的图案 加以装饰 车辆的中间部分是纪念品商店 同时也展示了日本北陆的传统工艺品 一号车是由一个个半个式组成的 主题是北陆的温泉文化 每个半个式展示的是加贺有馋的图案 这是一种布料图案的染色手法 和中国一样 日本人也喜欢在食物上 展示当地的特色与文化 我们预定的餐食 是当地1830年创业 由一个叫大友楼的品牌 制作的合适家常菜 菜品分为三类 制布煮 下酒菜和炸菜 饮料则是搭配纯米饮料与磅茶 那个工作人员也是挺逗 天天就在那边办宇宙人 小时的衣服和车 车的氛围严重不大 对 这么吸气 酷炉的那个 对 小时你走过来我看一下 那个酷炉和这个花的这种感觉 来来来 这么也是你啊 你过去直接走进来 别拿相机 一般这样的限定特辑 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印章 与特别的珍藏色 车辆的内部也会有一个乘车纪念印章 与留言布区域 上面写的是能登人行合成 这是非常酷炉 非常酷炉 这是这家族走出口罐上了 可以的 列车最终到站金泽 在金泽站 甚至给这辆车修了一个特别的站台 哇 一人车还帮着搬 真棒 结果驾驶室里边原亮色 对 原来的都可以吗 对 然后在对比那一边简直就是 对 没有 驾驶室里边给的搞成全包金那能更好 就是 所以大海洋开的时候那不是得瞎眼 对啊 然后车长 没有车长再帅一点 戴墨镜 对戴墨镜 穿西装戴墨镜 对 我们送走了花架暖帘 但是距离银钢物贼出现的满潮时间 还有几个小时 我们打算去令营秘境看一看 那就是河掌村极落 在1995年12月9日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被称为河掌造的民居形式 当然在夜间前嘛 我们也做好了什么都看不到的心理准备 是 过一会儿咱就是这一会儿啊 好 吃人山 对 那估计就是这村落的人出去了 然后被选吃 嗯 这个道路竟走 向右急转 应该就这样 嗯 但是没什么好拍的 对 走吧 嗯 这个是有年头 这也太阴森恐怖了吧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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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然后突然小石子的消失 你看那前面满满 就好像那两个那几个屋子 嗯对 像不像 像不像什么一些老翁什么的那种的 啊对 就贵族的老翁 然后狗子都很可怕 对 而且你看这个树的这个形状 你看这个树的那个树林 哇 然后而且这一块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这个鸟居居然是一个一个刺了 天呐 我们白天再来吧 对 白天再来 哈哈 哈哈 白天再来吧大家 那头是什么东西啊 那头是什么东西啊 算了去看一样 那头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灯照的那个绳子 绳子吗 啊不是绳子 是外边那个什么 外边那个塑料的那个 这个反光 哇真的吗 我妈妈觉得是石头什么的啊 哇靠 走走走 哇靠 哇靠 等一下我们走高速回去嘛 嗯 然后上高速之前有 还有一个河山之后 嗯 地方就算了吧 嗯 你小心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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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点零二 开四个小时 嗯 哎 直接去 直接去雨晴 雨晴海岸 雨晴海岸 在春季隔海 眺望三千米级的 荔山连峰景色 它出现在很多北陆地区的光光海报当中 三年前 我们在这里受了很大的打击 只因为没有再往前走十米 或者再多等一个小时 我们错过了荧光雾贼的爆发 所以在荧光雾贼出现的季节 再一次开车来到这里 是我们一直的愿望 我们昨天本来以为这边过不来 但是那边一堆的荧光雾贼 这边一堆的荧光雾贼 冲上来 天呐 有一种吃屎的感觉 简直吃屎 只要我们想起这荧光雾贼 肯定会进去这里的 对 根本不这样 印象太深刻了 这个是沉痛的 吃着死的印象好吗 沉痛的教训 走吧 先去看看情况 所以我们前来说这边好像很近 对 我们想说没有这个东西的 冰箭线的那个电车轨道 对 然后那个神社 帮我照一下 没有撕 我踩到很爱 我踩到很爱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底地图 嗯 这边还没到 对 没到也是 你知道吗 对 对 哎 啊 没有 等一下我们要不就去示范这边 行 我们先把这边看完吧 对 对 17公里 17公里还好 全都是过来等的人 对 那是应该潜到水下面去捞的 哇 好冷 应该是没有 对 全是空的 一直 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 对 只抓到了一个 下一个地点 就到那边都已经三点多了 嗯 而且那边我觉得更多八重金 嗯 那算了今天放弃 收回去 回去吧那就 对回去睡觉去 早点睡 明天 明天多拍点樱花 然后明晚然后最后一波 嗯 回去睡觉 嗯 睡觉 哎呀 走着 今天的最后一波 嗯 我不知道你们精神状态怎么样 我精神状态居然 特别好感觉 睡了多久 你想想昨天睡了多久 四个半小时 四个半 你今天怎么睡的 我 找完了东西 五点钟 我也就睡一个五个小时 昨天老哥 从来直播的老哥 嗯 然后八个小时前 四点 我看今天都更新了 四点 四点 四点都更新了 嗯 睡觉上面抓了八只 嗯 看来昨晚拿回来是对的 抓了一个 然后还要说的话 捡到一个 嗯 我们很庆幸 昨晚用撤退的策略 保住了一部分体力 但是两天的睡眠不足 也让我们积累了很多疲惫 所以第三天的行程 我们选择了一些 比较适合发呆的地方 景波有着日本最大规模的木雕产业 距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 这里居住了300多名雕刻师 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 这里的人们 却过着非常与世无争的生活 台湾三十七百害 我非常喜欢日本这些不为人知的景点 因为你可以看出来 这里的人们往往都是带着自己的热情去开店的 接下来我们要去一部经典动画作品的圣地 那就是狼的孩子雨和雪的去景地 当然中途还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景点 大阎山日十四 是一个有着1300年历史的佛教寺院 在去往圣地的途中就可以遇到它 这里比较出名的是在龙头的水树下方体验修行 就像最近大队的一门游戏 宫崎晶高的最新作品《智狼》 一定要推荐大家喜欢吧 这个恋爱养成 哇 恋爱养成还行 哇 好沉浪子 现在在摩操 走走 走 走走 大家看左边车里 不要自布拍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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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而且有库嘛 去 嗯 呵呵 目的地区に到着しました ルートガイドを終了します 诶 只是水平均的方法 可能刚刚那下面车对吧 嗯 我操 那是先 应该是刚刚那边的下面 那到那个神社那块再说 嗯 这边可以到处吗 嗯 诶 还是这样 啊 啊 間違得ない よかった 好 呵呵 花枝家 现在由一家特定非盈利法人来移民 こんにちは 这里是一个曾经有着130年历史 生活过超过200人的古民家 大约在10年前 房子的最后一位主人去世 因为这里承载了很多回忆 所以大家一起把房子 修缮成了所有人的家 供游客休息 这是这边的管理人 告诉我们把店关了 然后把门关了就可以 哇这边 之后 这座房子又被偶然经过的监督一行人发现 成为了狼的孩子雨和雪中 花枝家的原型 和西安站一样 在动画热播之后 这里因为巡礼者的互动 成为了目前的样子 所以体验日本林中古宅的生活 是来这里巡礼的亮面 哇 自己踩的药草不是画的 啊 不要 对 哇 我去 这么多东西 你坐这边人住啊 别人住 等一下 我给他一下 不是 这个有一种偷窥别人家的快感 你知道吗 有第一名的 就是合法偷窥别人家的快感 在哈纳诺亚的巡礼结束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最后一晚《荧光雾贼》拍摄的准备工作 第三天的最后一波 有点不行吗 是 体力上有一点不支 有吗 小时你把头卡在座椅上 再加上打光就剩一个头一样 什么鬼 直接来到就往下走 需要来到这边全市放不低 回来到这边呗 停车场停车场 鼻子吗 这可以 对 OK 走了 29公里 12点到 对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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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全都是一样老 哇你看前面这个 把帐篷都带来了 这里面已经满了吧 对 那里面不行 我骑车叠着叠着这块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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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自己过去看一眼 哎 精疲一剑 天哪 还是连个尸体都没有 走走走走不行了 天哪怎么样 这人 天哪 总之现在先等消息然后 哎呀 没有什么还要拍 哈哈哈哈好小时晚 那边有消息吗 天哪 四点大 咱三个已经是彻底的 意识模糊了 那一晚的最后一段路 是我们一边密切关注着对方是否睡着 艰难的开到终点了 凌晨四点 在岸边守了一整晚 但是完全零收获的人终于撤退 我们开始沿着海边去寻找阴光雾贼出现的迹象 我们在找群中猛的一抬头 等待了三年的瞬间 以我们不期而言 看看看看那边那边 哇前面这个海岸线 哇 哈哈哈哈 太漂亮了这个 在岳下 潮汐和风响 以及人为严肃都合适的情况下 这些来自于深海的精灵 就会迷失方向 被冲上神奇的复山湾 只有少数人 才可以目睹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旋律时刻 快乐 另一天 在岳边的温柜 和风饼的温柜 可以试图 还有温柜 凌晨 和风饼的温柜 哇 不错 真很棒吧 对 而且这边生活气息好很多 而且这边生活气息好很多 对 在北路的最后一天夜晚 坐在樱花树下 去参与 并感受了这一个 被日本人维持了上千年的传统 他将现实和梦幻隔离开来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人们甚至会推掉手头的一些工作 在满开的樱花下 享受这一个大自然的恩惠 樱花的美 绚丽 而又短暂 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这些樱花都将随风飘落 这种短暂之极美 贯穿了一个又一个 日本的文学作品 樱花花瓣飘落的速度 是秒速五厘米 这些稍纵即逝的樱花 就像主角的爱情一样 美好的时光 就像梦境被风吹散 我们陆陆续续回到繁忙的日常当中 留下对世事无常的赞叹 并期待着下一瞬的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